怕你还远去 你共穿和平 周深 因天籁般的嗓音和掀起弥漫的唱腔 被无数人视为偶像 是中国乐坛炙手可热的一线歌手 最受欢迎男歌手和最佳男歌手的常客得主 2024年4月 周深的事业在创新高 将天籁之声唱到联合国的舞台上 联合国的第十五届中文日 特意邀请他参加 在活动现场 周深发表了名为以音乐知名的演讲 并演唱了代表作《大鱼》 以及专门为中文日创作的交响作品和评送 表达对和平的期盼 请听见 爱的声音 让我们将心再贴紧 愿风中不再飘来硝烟和眼泪 愿孩子拥有黎明 联合国中文日 是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宣布启动的节目 为了促进六种官方语言 在联合国平等使用为目的 联合国大会于今年3月21日通过决议 宣布2025年为国际和平与信任年 决议促请国际社会 通过包容性对话和谈判 来解决冲突 却保加强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与信任 因此 周深此行 带有和平大使的身份 他说 音乐是我的语言 和平是我的歌 音乐的魅力可以跨越国界 在联合国总部用中文畅响和评送 具有特别的意义 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 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和和平愿望 中国歌手多如牛毛 比他资深看位大的也是不少 为何周深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联合国的邀请呢 首先是因为他独一无二的特色 他的音色纯净无杂质 唱法婉转空灵 如同百灵鸟般迷人动听 他的唱腔复杂多变 在高中低音部 都有任有余 并且善于采用不同的歌唱方法和音调 来表达不同的情感 被誉为一个人的唱诗般 这样的音乐风格 不但在大华语泉深受欢迎 还受到许多外国听众的推崇 不少外国人在海外音乐平台上留言说 就算听不懂 也会被他打动 此外 周深是受过世界性音乐影响的人 他曾在欧洲留学 美声唱法科班出身 擅长演唱英文歌 这诸多因素加在一起 让周深身上 拥有一般华语歌手没有的世界性 国际化光环 从而获得联合国的青睐 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